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立威里程碑惹恼太子党吗 中共依法治国观察指标 我们稍后深入点评 好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马千惠 欢迎收看时事求是 但掌握全球进行事 来看看正是美国时尚头一遭 共和党掌控下的美国众议院 30号表决通过了 对总统欧巴马提出告诉 这个理由是欧巴马在推行建保法案的时候 没有完全遵照法律条文 涉嫌前院总统职权 那么这个事情引发了国际关注 欧巴马则反击 这是一场政治花招 并由全国人民纳税前买单 好 来看到这个是美国众议院呢 以225票赞成 201票反对实无前例的通过了 要控告总统欧巴马 原因是欧巴马推行 这个欧式建保医疗改革法案的时候 并没有遵循法律条文的字据 众议院议长贝娜表示 将可以依照表决结果提告欧巴马 但是呢欧巴马对此事一笑置之 还说共和党的议员这么做 等于是让全民为这场官司买单 而外界也认为 共和党并不会真的采取行动弹劾总统 好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是淡大战略所教授王高成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教授您好 我们一开始刚刚也特别看到 这一次就是说史无前例的 美国众议院通过要告总统欧巴马 违宪滥权 那么主要呢就是针对欧巴马的建保改革 还有包括其他的举措 像是禁止这个遣返非法移民子女 还有阿富汗换服这个通通都是 但是这算师出有名吗 还是我们刚刚说别提到 其实说川老就是一场政党恶斗 也是为了11月的其中选举的一个选举奥勃 对 我想这基本上还是一种 政党竞争下的一个结果 甚至政党恶斗下的结果 因为欧巴马跟这个共和党 关于为了这个建保法案 事实上已经交手过很多次了 之前也是为了这个法案 在国会里面争吵不休 那当然后来欧巴马他的这个法案 终于能够获得通过 但是这个从那次之后 包括这个还有国会预算的问题 那么双方都闹得不可开交 而且共和党在跟欧巴马交手的过程来讲 并没有占到便宜 就是大家会认为 这个共和党是一个比较恶性杯葛 尤其是这个众院的国会议长 这个贝纳他很多的一个一些做法 得到很多的一个批评 那但是现在时隔不久 这个共和党又卷土重来了 那我觉得这基本上还是一种 气很难平 就是之前已经结下了这样的一种 这个恶斗的一些因子 那么现在终于抓到了一些机会 想要试图在这个建保法案再度反扑 那么同时又接近 这个国会的其中选举 那么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造势好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控诉案 事实上我觉得它基本的背景 应该还是所谓的一个政党之间的一个恶性竞争 以及为了选举造势 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考量 所以是不是欧巴马也看穿了这一点 他现在感觉起来他老神在在一笑置之 他根本没在怕的 没有错 因为这个共和党提出的是一个 不是弹劾案 它是一个这个控诉案 那么在美国历史上也很少见的 而且它的一个很多控诉的这些原因 不管就条件跟程序上 都会有一些问题 包括像媒体也有这个报道分析 他控诉理由是认为欧巴马 没有据实来执行这些法律的一个法条 那这本来其实就是一种 行政权方面的一些施政的过程 它实际上是有一些模糊的空间 弹性的 对 你很难讲说哪一条 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没做到 所以这本来就有模糊空间 更何况这种问题 能不能够用这个法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这是大有质问的地方 所以我想欧巴马他也看出来 在法理上他应该是能够站得住脚 而且这个法律的禅送快则几个月 那长可能又申诉几年 都拖一拖他下台了 对对 没错 都卸认了 对对 这个毫无这个结果 那所以欧巴马他认为 他有这样一个把握 所以他确实是这个老神在在 而且是反过来这个讽刺这个共和党 认为如果这么做 是不是要纳税人来买单 来进行这个没有结果的一个控诉 我想这是他的反应 也是非常的一个政治化的反应 可是这个是不是也诚如 这个民主党所言 其实共和党他真正的目的是 要弹劾欧巴马 尤其对这个极右派的查党来说 肯定是的吧 当然在一个查党的这个压力之下 当然共和党还是采取一个政党竞争的一个方式 那么但是如果是走这个弹劾的一个路线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跟控诉来讲 其实他的困难度可能更高 因为按照美国的宪法 你要弹劾一个总统 他必须有重大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违反 那么一些重大的一个过错 他才能够及时提出这个弹劾案 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弹劾呢 也不过就是有几个主要的这个案例 包括当年尼克森的水门窃听案 因为这是等于是滥用这个公权力 来这个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知识 这是美国人所难以接受 另外一个就是民主党 这个前任总统这个柯林顿 他的一个绯闻案 那是属于这个道德操守的问题 但是欧巴马今天这个问题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法律执行的问题 他并没有一个严重 说他个人的犯下了什么样的 滥用公权力的一个情况 那么执行健保法案的一个程度如何呢 这基本上他行政部门 当然会有他的一个施政的一个参考 所以如果说假设要用这个理由来进行弹劾呢 事实上也很难符合这个条件 所以如果说是采取一个弹劾呢 他的一个成案的一个可能性呢 以及他会为老百姓所接受的可能性呢 可能更不高啦 所以我觉得现在众议院采取一个控诉的方式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政治代价比较少 比较容易做到的 但是又可以把这个问题呢 把它凸显出来的一种方式 经过算计的 但是呢 你说到弹劾 我们来看看这个数字 也就是关于欧巴马的一些民意调查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呢 国会对总统欧巴马弹劾程序 启动这样的一个弹劾程序是合理的 就是我想请教教授 就是说欧巴马他现在的 在美国的民意支持度究竟是如何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数字 那其实很多 有时候看起来是非常分歧的 那最新民调来看 就是说有57%的美国人 其实是反对对欧巴马提告 那么事实上也有 比如说刚刚又看到有的 当然他不知道这个数字的基准是什么 有的就是说三分之二的美国人 不赞成弹劾 好但是呢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三分之一 美国人是倾向要弹劾的 就说总结看来 因为其实欧巴马他尤其这几年来 他的政绩不管是外交受挫 然后内政也不行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现在到底美国人 对他的观感究竟如何啊 我想当然不会太好了 就是说跟他刚上任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失望的程度是比较大 那么经济复苏的状况也不如理想 那么现在这个健保法案 其实这是有趣的 就是说本来其实共和党是反对 欧巴马这个健保法案 但现在又认为说 他执行这个健保法案不利 当然他的理由就是说 雇主的并没有这个来实施 对于这些这个受雇者 实施一个强制性的一个保险 所以看起来他是有一些 一些正当性啊 那么另外就是他在外交上 受到很多的这个批评 尤其在中东地区呢 这个战火这个纷扰啊 那很多问题似乎都没办法摆平 包括美俄的关系也没 没处理好 那么确实我觉得欧巴马 现在的这个声望呢 那么我们可以讲说 应该是这个支持度 是不到一半的这个这个程度 那可是话要讲回来 现在在国际间呢 多数的国际领袖 支持度也没有说非常的 是啊 不能高啊 因为现在基本上整体 安倍也已经不到50了 44 对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呢 不是那么快啊 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美国人 他很重视这个经济上的一些表现 所以你说这样欧巴马的这个民调程度高呢 这是不太不太容易的啊 不过我们要举一个更极端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前总统小布希呢 在他最后任期的时候呢 他的民调支持度呢 一度也都达到百分之十几而已 但是呢 当时也没有办法来对他进行弹劾 因为这就是美国总统制的一个精神 他跟内阁制不一样 内阁制就是说 你的这个声望低 可能在一场可以随时提出不信任案 或倒戈案 那么一旦通过之后呢 你就得就得下台 但是弹劾案它的前提不是政治上的考量 就是说你的施政的良佑 你的声望高低 其实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弹劾的要件 而是主要还是考虑到 你有没有违宪 有没有叛国 有没有重大的这个法律 或道德上的一些瑕疵 所以欧巴马现在 我想当然他的民调确实是有弱点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共和党 他的民调会不会还会再低啊 会不会 也可能会 但是有趣的就是说 经过这样的一个弹劾的话 那么欧巴马也巧妙利用 所谓的政党对决的这个心态 那么据说他被开始被告之后 这个民主党的募款数目开始又回升了 就是说很多这个民主党人 尽管不认同欧巴马 但可能更不喜欢这个共和党 这样的一个操作 尤其是大家认为 这又是一种所谓的政党 进恶斗的一个手法 反而会激起很多人的一些反感 对 所以欧巴马这个声望 反而还可能会上升一点 因为这样的一个对抗 我想这也是欧巴马 心中可能也有这个盘算 这个借由这样的一些事件呢 来形成政党的对决 又可以呢 这个把它原来的基本盘能够拉上来 那他的一个民调支持度呢 可能就这点来讲 还是有回升的可能 当然如果后续他假设处理很多 其他国内外的议题 又不得当化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内外交迫嘛 对不对 尤其是他的外交政策来讲 现在这个中中地区 一个个的国家 我一一点名 这都要花点时间的 对 就都真的是遍地烽火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也在考验说 这盘棋局要接下来要怎么下 也是考验欧巴马的实力 而且因为 其实这个外交问题非常的复杂 对 主要还是因为利益纠葛 你说美国一怕靠谁 一下靠谁 但是有些时候 他又必须和他的敌对方 一起怎么样 反正这个东西欧巴马怎么做 怎么做都不对 对 现在我想美国老百姓 就会认为欧巴马 有一点没有魄力 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采取一个只发言 但是又没有一个具体的作为 让美国的这个 这种所谓世界领袖的 这样的威望 好像逐渐在下滑当中 好像很多人都可以来跟美国 挑战一下 但是又没有得到具体的一个 一个结果 我想这是美国人 长期作为这个世界领袖 那国民呢 当然有一点这种 不耐的这个心理 我想这是欧巴马 他的一个缺失了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 善用美国的这个国力 但是当然欧巴马 基本的立场就是认为 美国经济没完全复苏啊 那老百姓也厌战啊 那如果说我这时候 轻易的用武的话 那又重蹈过去 共和党的一个 一个政策 对 那也未必是美国老百姓 真正心里希望的一个 一个结果 所以他目前这样的一个 一个做法 我想也是受限于这个客观 美国的这个国力了 但是美国人就是心目中 就是客观国力也许不够 可是心里面呢 总还是有一种 骄傲感 就觉得美国应该可以在外交上 更有一些这个 有效的一个 一个作为 可是政治现实来讲 欧巴马就是 无力招架 确实吧 确实是这样子 这个 那当然欧巴马 他我认为也比较老实了 因为事实上美国总统 有时候会可以利用 短暂的对外的这个战争 来缓解国内的问题 比如像过去 柯林顿在绯闻案 闹得正凶 国家都要弹劾的时候 他就借机修理一下 这个海山 进行一些这个 找个理由轰炸一下 那这时候 整个国内的焦点 又转移到这个海外去 那欧巴马似乎比较 不鲜手辞到 就是说他在外交的处理上 尽管大家对他很多的苛责 他基本上坚持是不动武 只有最近对于这个 俄罗斯的制裁案 有稍微又增加 积极一点 算是比较强制的手段 其他目前都还是 透过外交的一个协商 似乎他比较没有想到 用外交的这个危机 或外交的这个短暂的 强势的介入 来转移注意力 似乎他比较不是 朝向这方面去做 那或许他可能也有信心 就是说国内这些问题 他还可以应付得了 所以他不用采取这种 这种转移目标的一个策略 不过美国是不是在玩 两手策略 我讲的是呢 以巴冲突的部分 那么美国一方面谴责 以色列 可是一方面又 军援以色列 我们稍后回来聊聊 以巴冲突 实事求是 但掌握全球进行事 以色列30号再度轰炸了加萨地区 目标居然是再度锁定了 联合国避难学校以及市场 使得巴勒斯坦民众死亡人数 已经飙破了1300人 现在就连联合国官员都说 加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安全角落 救护车刚抵达 又是一阵狂轰烂炸 炮弹就落在救护车旁 加萨的现场民众哀嚎 加萨市场外已经成为废墟 但以色列炮火日夜不断 当地联合国避难学校 居然再度预袭 不少民众在睡梦中被炸死 屋顶的大洞显示出了 以色列的攻击火力 这些学校至少有3300人避难 一名老太太回忆当时的情况 依旧惊魂未定 联合国表示 这一次炮击学校导致19人离难 事先已经警告以色列17次 这个学校是个避难所 但以色列冲耳不闻 加萨根本没有任何安全角落逃命 加萨一名16岁的女孩 利用推特记录战火下的日子 她曾经目睹9岁小孩的大脑碎块 并承认自己无法停止哭泣 也担心自己随时会死 以色列在超过八成六名义支持下 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停火 偷袭以色列的地道 也要完全的破坏 在外交调停毫无进展之下 加萨民众成为战争中的新生品 记者周恒天报道 好 刚刚那名16岁少女 其实她一语道破了 就是说以色列痛恨哈马斯 但是以色列惩罚是全体的巴勒斯坦人民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的确像这一次 以色列抛红加萨走廊 其实已经超过了1300名的 巴勒斯坦平民死亡 那么国际议论其实现在是大肆塌伐 那么甚至各地的串联抗议 以色列甚至还出现了反犹太潮 但是我要请教教授 就说相当不寻常的是 反而这一次以埃及为首 这些阿博国家 却对以色列手下留情 就是看不到以往的强硬姿态 那么甚至像在美国有些专家 他们评论 他们甚至用静默的 如雷贯耳来形容 为什么 那么其中一个 我想就刚刚跟那名少女 所点到的问题一样 因为他们跟以色列 有同样的敌人 就是哈马斯 那么另外一个是伊朗 那教授想听听你的看法 确实是如此 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个现在中东这些地区的一些执政的这个国家 那么像这个埃及 那么像沙烏地阿拉伯 约旦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保守派来执政 那么尤其埃及还是所谓的军方出来执政 那么在沙烏地阿拉伯也是以这个逊尼派为主的这个领导来执政 所以他们事实上跟哈马斯的这个主张跟意识形态都不太一样的 哈马斯是比较激进的回教的这个基本教义派 他们跟穆斯林兄弟会那边 对对 他们也支持穆斯兄弟会在各国呢 积极的这个来拓展 所以对这些国家 即便同样是回教国家 但对他们这些政权领导来讲呢 他们可能觉得最大的威胁 反而是来自于国内这些所谓的这个激进派 基本教义派 那么这些人事实上跟哈马斯呢 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埃及的新总统 他就在打压穆兄会嘛 对对对 因为之前的这个执政者这个穆斯 对他事实上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所支持的 在这个阿拉伯之村运动之后 所以很显然见到就是说 在阿拉伯之村这个运动之后呢 事实上这些中东的这些保守的这些领导者 他们事实上是很担心他们政权的一个安危 所以他们反而是比较担心 如果哈马斯做大之后呢 他可能呢 第一个就是说他跟以色列的一个对抗政策会持续下去 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做大之后呢 他可能取得了一种政治的一种精神领导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可能在各国呢会更得到这些所谓的激进派的一个认同 那他也可能来间接鼓舞这些各国的这些基本教育派呢 在他们的国内呢来争取自己的一个影响力 那么推翻既有的领导者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各国的领导者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权的稳定 国内的政局的一个稳定 比较不是去考虑就是说这个加塞走廊这些人的 他本身的一个境遇是如何的 没错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像这些阿拉伯国家 应该这么讲 他们对哈马斯的厌恶远远超过了对以色列的部门 是这样子吗 对 因为事实上来讲的话 以色列尽管可能跟他们这个种族跟宗教不一样 但毕竟事实上从这个过去那么激烈的这个竞争以来 到现在来看事实上现况大致是稳定的 那么以色列他基本上也没有一个采取一个对外 积极扩张的一个一个行动 所以对很多国家来讲 那么事实上是可以这个和平相处的 维持这个现状 他们反而担心激进主义极端势力 以色列不会去鼓动各国内部的人来反抗既有的这个统治者 因为以色列没有必要这么做 他不需要干预各国的内政 而且这个推翻了之后 如果换来是一个更极端的这个统治者 对以色列也没有好处 那真正对这些领导者来说的话 那么以色列还是一个他可以讨厌的一个对象 但是哈马斯却是一个威胁的一个来源 那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当然他们是对这一次这个哈马斯 他们认为也是这个咎由自取了 因为在整个过程我们看到 这场炮火主要是哈马斯主动向以色列 发动这个火箭攻击而引起了 以色列是被动开始回击 当然后来以色列这种扩大的地面攻击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一开始是这个哈马斯首先这个动武 而且以色列原来也曾经有过答应这个战时的一个停火 是哈马斯里面的内部摆不平 他们要继续进行这场战斗 所以才导致现在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俄国发展下来 现在会不会就以色列方面也要形塑一种情势 就是说形成哈马斯现在是千夫所指 反而让这个巴勒斯坦人民把矛头把布满转向哈马斯 或许我想以色列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以色列现在继续进行地面攻击 应该是说为了他自己的一个国内的安全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一个 他要全面摧毁他的地道 对 因为在这一次的攻击里面 以色列的士兵死伤人数也比过去要多 那么很多据了解是因为哈马斯透过这个地道 进入到以色列境内 就在他边界挖地道进入对以色列士兵进行攻击 我想这一点可能对以色列是一个很大的震惊 因为他们过去可能认为哈马斯 当然是一个反抗的力量 但是他的武力应该不是很强 但现在发觉哈马斯的火箭 它的一个射程越来越来越远 那么现在也没想到他一个挖地道 那么可以直接进入到边界的越过之后 来进行对以色列的实质上的攻击 我想这是让以色列开始空袭之后 发觉另外一个事实让他很震惊 所以以色列已经改变了政策 就是原来只是想空袭 想要摧毁这些火箭的来源 后来现在的策略是还要加上进行把地道的一个摧毁 那么地道的摧毁 当然不可避免会造成更大的一个伤亡 所以我想以色列当然一开始 当然他要凸显哈马斯是一个好战分子 但是后来这样的一个扩大的攻击 我觉得他是有实质上安全上 军事安全上的一个考量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地道是一定要摧毁 如果不摧毁的话 那么哈马斯以后呢 难保还不会这个继续利用这些地道呢 来这个攻击或伤害到以色列的这个军人 或者是这个平民百姓 所以才会造成了这种持续扩大的一个攻击 目前看来情势应该会更加恶化吧 对不对 因为如果因为对以色列来讲嘛 事实上他们从纳台仰湖就已经讲了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攻击行动不会停止的 那换句话说就是刚刚讲了 要全面歼灭哈马斯 最起码呢要完全摧毁他的地道 如果没有到这一刻这一天的话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是指以色列 确实是这样子 我想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攻击 其实说实在的 现在国际上的舆论 对以色列批评是比较多了 不过我们看起来以色列 他现在是专门锁定他的军事安全政策 就是说他的目标一定要先 他也愿意这个停火协议 但他的协议协议里面 一定要包括这些地道是必须要彻底摧毁 所以以色列在没有摧毁之前 他不会停止军事上的行动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攻击跟伤亡 但他攻击的不是哈马斯 他攻击的是巴勒斯坦平民 1300人死的几乎都是平民 对所以我想这也就是说 现在我认为以色列也应该要 来检讨他的一个军事政策 当然他有他军事上的理由 就是说因为火箭来源我们要摧毁 那么地道攻击我们要去摧毁 那他现在的说法是说 哈马斯把平民跟军人 跟攻击点混在一起 也就是说火箭跟武器 可能是摆在学校旁边 清政室旁边 医院旁边 就是让你的难以区隔开来 还有这些地道 所以我觉得这是 第一个我觉得以色列的情报工作 可能也没做好 也就是说他们锁定的攻击的一些对象 不精准 对他认为可能是一个这个攻击来源 但是攻击下去之后呢 伤到都是平民 儿童 对儿童 而且甚至连这个联合国 联合国的这个避难单位也被攻击 也遭殃 对对对 所以你这等于就是说攻击到这个 伤及无垢的太严重了 所以说就是说 他们有军事上震荡的理由 但是他的执行方式呢 我认为情报有错误 那么攻击的这个也不够精准 或许是太过精准了 因为他情报错误 他就往下攻击 但是发觉到这个结果 那边根本就没有武器 也没有地道 而且我认为就是说 以目前像这样的状况 即便是你认为是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持续造成 无辜百姓的这个伤亡呢 坦白讲 从一个这个人道的一个立场 从国际的舆论立场来讲 以色列也应该要检讨 这样一个政策 可能久了也站不住脚的嘛 确实啊 就是说现在受到的这个批评 是越来越来越多 包括我们看到 连联合国的官员 都公开出来这个批评 那欧洲这种比较重视 人道的国家 他的这个反弹更为激烈 对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这样做 事实上也会让他得到 更多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个谴责 会受到更多的国际的孤立 好 那么当然这个情势 我们看来是不太乐观 尤其刚刚特别提到了 以色列不歼灭 哈马斯是绝对不肯罢休的 那么摧毁哈马斯地道呢 这只是加萨非军事化的第一步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一巴冲突 欢迎讨论一巴冲突战火下呢 许多新生命也是处在生死边缘 在加萨有位女婴 因为诞生之前 她妈妈被炸死 但是医生呢 在母体死亡十分之后 紧急的剖腹抢救 成功接生 因此这名女生 女婴被称为是加萨的奇迹宝宝 但相当不幸的是 她撑过六天之后 她终究不敌死神召唤 才来到人世间短短六天 加萨的奇迹宝宝还是撑不过 到了天国寻求母亲的怀抱 小女婴的母亲 24号在家中遭以色列空袭丧生 医生发现她腹中的胎儿 竟然还活着 紧急剖腹奇迹似的 在母体死亡十分钟后 顺利的将小女婴接生出来 被誉为是加萨的奇迹宝宝 只可惜的奇迹维持不到一个星期 女婴终究敌不过上天召唤 也留给家属无限哀痛 同样亲情激动的 还有联合国难民救济工作署 官员甘尼斯 他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 谈到巴勒斯坦人的处境 忍不住激动情绪 痛哭失声 面对国际社会施压 要求尾巴停火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表示 无论停火不停火 以色列一定要全面消灭 哈马斯在加萨走廊的地道系统 以牙还牙甚至加倍奉还 这场人道悲剧恐怕短期内还不会落幕 记者综合报道 不好意思 我是这么认为 我是认为以色列在加萨地区进行大屠杀了 那么目前的数字看来 每个小时就有一名儿童死亡 这是在加萨地区 那么当然 现在以色列是扩大了在加萨地区的军事行动 所以可以预料的是 巴勒斯坦人死伤会更为惨烈 那么来看看美国的角色好了 美国一方面是大声谴责 欧巴马也打电话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们又提供以色列军火炮弹 所以这个和平根本是讲假的嘛 无非也是想要遂行美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确实 我们知道美国跟以色列 有非常长远而密切的一个关系 因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 最重要的一个盟邦 所以他必须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那在国内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美国的国会议员通过的决议案 都是一面倒 一面倒 这个事情怪了 就是口径一致 对 因为选举快到了 那么犹太人有票 而且犹太人又掌控了经济 他可以捐款 所以这些国会议员背后 都要向他的金主来输成 所以说这是美国国内的一个生态 那欧巴马是因为他是行政领袖 而且他必须向国际社会有所交代 所以当然他必须要向以色列来施压 但是他自己同党的国会议员都一面倒地支持 以色列 所以事实上他的底气也不是那么足 就是说以色列当然也看准这一点 以色列也没有完全理会欧巴马的一个呼吁 所以对美国来讲是两难 因为国内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支持 那么同时在中东地区 以色列又是他的一个有条约的盟友 所以当然以色列的弹药用完的时候 差不多根据双边的军事协议 美国国防部当然还是会给 当然美国政府也可以不给 就是说借此来向以色列施压 但是这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说 让以色列心寒 就是说你这个盟友是不可靠的 你这时候等于是向我施压 第二个我想欧巴马他如果这么做 马上国内这些他背后的压力 国会议员以及就是说 犹太人所掌控的媒体 一定对他大家的抨击 认为你等于是现以色列的安全于不顾 所以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做到这种 用军火的提供来牵制 以色列目前这样的一个攻击行动 我们看到以巴冲突现在23天了 那么当然绝对是巴勒斯坦民众伤亡惨重 但其实以色列自己也不好过了 比如说这个国际班机始终没有办法进去 那么老百姓必须要躲在防空洞 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所以以色列民众其实是希望达成停火协议的 但是问题是出在这些鹰派认为说要趁势 利用这个机会将哈马斯一网打尽 对其实这里面应该也有内政上的一个考量 就是说以色列也要考虑到这个未来选举的一个利益 所以这时候当然都打着这个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个招牌 来进行这样一个强硬的一个政策 而且就是说我觉得以色列会认为 也就是说哈马斯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扩张 不止武力增加了 而且这个攻击的这个手段也潜入这个地下化 那么确实我想他想要利用这个政策 一次把这个哈马斯的 不管是军事的力量或者是政治力量一次打垮 那这是现在这样一个内阁 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立场 但是有办法一次一举歼灭吗 对不对 怕就是这样还是拖下去 伤亡更为惨重 这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坦白讲这个地道也不是一天挖成的 那么在这个挖地道之前 两年前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加萨 也发生过军事上的一个冲突 今天之所以这个哈马斯 他们会有这个更多的武器 也采取地道攻击的方式 也就是继续前一次这个战争失败的一个经验 那所以说这个哈马斯这么做 当然也一定会有中东这些激进派 对他的一个日后的一个支持 而且事实上以色列这么做 我认为他的政治效应 其实对于中东地区更不利 因为你今天对付的是这个哈马斯 当然加萨人可能会 有人是会怨恨哈马斯的强硬 但是以色列这样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攻击 甚至是一个屠杀的一个做法 事实上会让这个伤者有更多的怨恨 那一旦这个战争结束之后 事实上我想这个加萨地区的鹰派势力 也不会就此消除 因为更多人还是会采取一个以牙还牙 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以色列 所以这个即便是这一次你把地道毁了 但是之后还会有更多人的 也继续聚集起来 那么采取其他的别的方式 反正就源源相报了 对 所以说这个战争也很 这个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而且虽然说这次针对以色列 国际是大家踏伐 那么严厉谴责 但你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以色列会不会被孤立 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了 就说中东国家这一次算是暗停以色列 一开始我们就谈到了 那这可不可以说是阿拉伯之春运动 带来的一个意外变化 因为他们更讨厌哈马斯代表的政治 伊斯兰的势力 所以当前的情势 对以色列来说 他反而没被孤立 反而在各国民主运动 所引发这个动荡当中 以色列是受贿的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确实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确实是以色列 没有像过去中东国家 一致起来谴责他 反而大家会认为说 这个哈马斯呢 基于他的错误政策 应该受到这个惩罚 他甚至希望这个哈马斯 那么借由以色列的手 来对他加以这个打击 那么最主要是我们看到 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些运动 现在其实看起来的结果 都不是很好了 过去埃及推翻了军人政府 短暂有这个民选的领袖 但是现在这个军人又复辟了 那么沙烏地阿拉伯 原来他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皇室 当时各国在发生 阿拉伯之春的时候 他是严格的这个提防 这种意识形态 进入到这个沙国 所以现在来讲 当然他防得更严 他也更是希望看到 这个穆斯林兄弟会 以及这个哈马斯的势力 这个被歼灭 或是被消除 那其他地区我们看到叙利亚 限于内战 我们看到这个利比亚 那么现在也造成新的一些混乱 也是内战 对 所以事实上来讲 这个阿拉伯 什么都在乱 对 对 所以乱的乱 或者是原来有 是个稍微的这个民主化 现在又变成又复辟了等等 所以整体来讲 似乎看起来这个保守的这个气氛 这个又重新这个复苏 所以当然大家就看待哈马斯 就是格格不入 认为他就是一个 比较激进的 那么对外 那么引起这个尾巴的一个冲突 那对内呢 也妨碍了这个各国的一个政权的一个稳定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以色列反而是这个阿拉伯之村的一个 间接的一个受益者 是不是 是 确实是 那我们另外呢 把镜头转到中国大陆 来看看中国大陆现在是在大张旗鼓的 打老虎周永康垮台之后的后续政治效应如何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点评 欢迎回来 在一开始带您锁定的是中国大陆这一次呢 大张旗鼓的打老虎打贪反腐 那么来看看7月29号就是等于是最高潮了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涉嫌严重危机的消息发布之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今年10月份 在北京召开18届四中全会 而根据官方新华社报导呢 这一次会议主要的议程是研究如何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 中共政治局7月29日召开会议 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第18届 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分析人士认为改革立法以及反腐 将成为本次中共四中全会的重点议题 由于钟永康是中国自由经济开放改革以来 被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他的落马垮台也打破了历来行不上常委的中共惯例 因此18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议程 也就更加值得关注了 好那么从这个拍仓 已经到现在是打下了大老虎 那么当然很多人形容说 钟永康这次的垮台落马 可以说是那个习近平反腐的最高潮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中共官媒首次披露了周恩的细节 那么特别还强调了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共的最大考验 此话怎讲 可以先帮我们解读一下吗 我想最大的考验就是说 中国大陆做一个 这个中共做一个 唯一的一个统治政权 那当然政权的稳定性是最大的 所以不管怎么说 那么很多的问题呢 那过去他都不太愿意披露 因为维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形象 那现在内部出了这个问题 那么你要把它这个披露 甚至追究下去 当然 有点家丑外扬尾的 对 无意来讲 对中国大陆 中国这个政权的一个形象 还是一个打击 那第二个 我想他的这个说法呢 也涉及到内部的权力斗争 也就是说 那么周恩康被誓制 所谓的江系的这个人马 那习近平现在上台之后 过去在胡锦涛时期 都不敢处理的问题 他现在来去处理 这一定涉及到内部高层的 一个权力的一个斗争 如果处理不好 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政权的分裂 或甚至习近平自己本身的 受到反击的这个打击 所以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办得好 当然也是一个 中共政权很大的一个考验 那么当然这一次呢 很多人都在看说 周恩康暗示上 打破了好多项禁忌了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行不上常委 不牵连家人 那么最高层退休之后 不会被波及 这些选规则 通通被打破了 为什么 这个规则被打破 有很多原因 有很多人觉得 这不是一个好的规则 当然就打破了 那么最主要 我觉得这跟 第一个可能应该 跟习近平的风格是 还要加大力度 因为等于现在看起来 习近平这个打斧 他并不是这个讲讲 这个玩假的 他确实是下了 很大的决心 要去这个打击这个贪腐 那既然是要打击贪腐 那过去很多 视为不可碰的禁忌 很多潜规则 当然就是要打破 因为你不打破那些 很多一些问题 都没有办法来办 对嘛 你要讲到深化改革 你怎么改 对 确实 就是说过去是 去年三中 这个习近平推的是 经济改革 但这一次是推的一个 一个政治的改革 所以必须这些 通通打破 他才有办法推进 对 确实是如此 那么当然看到 习近平这一回 雷厉风行的 其实是办这个 周永康案 那是不是也会 惹恼了中共太子党 因为有此一说 那么是否会反扑 抵抗 这个反扑势力会出来 那么 那当然大家也都在 纷纷热议说 为了防止 就是旧势力的反扑 那么也特别选在 四中全会前公布 这就是道理何在了 不会让这些 大佬 党内大佬在那边 有机会可以 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样子 意见分歧 所以说这对习近平来说 他也是先发制人 他要为下一波的 贪腐扫除障碍 确实是如此 就是所谓引起 太子党的反扑 当然是有可能 不过 周永康他本身 也并不是真正的 太子党 那么反而是 习近平是太子党 他自己是 他自己是太子党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这正是 习近平为什么敢于 来推动这么大的 一个政治改革的原因 因为他本身出生自 太子党 所以说他有 他的一个政治的正当性 而且他在党内 军内的人脉都够 因为总有一些 这个家族认识的人 或从小认识的朋友 那更何况 这个其实根据 这个一些分析来看 那么所谓的太子党 并不是都是铁板一块 有些人其实也不太认同 中共现阶段的 一些贪腐的一个做法 那反而他们认为 像薄熙来这种说 也是属于太子党 但他的这个做法 就太丢中共的脸 甚至应该讲说 太子党更要照顾 他的父兄辈 打下来的这个江山 那他这样的一些 贪腐的做法 根本就是这个 毁党毁国的一些做法 也是毁掉自己的 这个祖宗家业的一个做法 所以事实上太子党 也不完全都是这个 完全是站在贪腐 或自己涉入贪腐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这样做 还是受到一定这个程度 某些太子党人士的一个支持 他们在打击那些 不法的这个太子党 认为是会 认为会是伤害到 这个中共政权本身的 一些一些作为 那么这一次 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发布了 以及接下来要举办 这个四中全会 而且据了解 就是四中全会 是以政治改革为主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精心的安排 因为就是说 你要做政治改革 那你之前总要有一些 实际上的一个动作 那你不必等到改革出来再做 那他藉由这一次的这个 把周永康这么高的成绩 都拉下来 这已经是不言自明 就是说中央确实是有 政治改革的一个决心 我认为这个从一个 这个媒体的操作 或政治的操作 他等于就是说 在开会之前 先创造了一个大的一个案例 来宣示他的决心 也为这次这个四中全会 做一个很好的 这个造势跟舆论的附层 没错没错没错 对先把这个新闻 先创造出来了 对那当然关于查办周永康呢 就有很多的分析评论 各种解读啦 也都不拖是包括了 打贪力威权斗 但是不是对习近平来讲 最重要的还有 依法治国 那么这是不是也可以称得上 是中共转型政改的一大要紧 那么更是习近平 他要与西方国家 平起平坐的一个大国战略 确实是如此 这个其实依法治国 在胡锦涛上台之后 就已经谈了很多了 那么大家认为 这也是一个进步 不过现在看起来 中共有这么多的高官涉滩 显然这个依法治国是 慢慢长路啊 讲给外面听的 这个上面并没有依法治国 要求别人依法治国 自己没有依法治国 所以现在习近平 再继续延伸提出 这个依法治国 那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就是中国大陆 要做一个政治的 一个改革 那么首先这个 所谓的依法治国 也就是说一切按照 法律的规章来办事 这是基本的一个要件 我觉得毕竟 时代也不一样了 就是中国大陆走到现在 那么经济也发达了 很多名字也大开了 那么很多问题 也不是中共像在过去 能够一手遮天 所以如果要继续延续过去那样子 一个党统治一切 然后可以无法无天 这样的做法可能已经不切实际 我想习近平也看到这些问题 一方面在客观的形式 他们没有办法再延续过去那一套 第二个从主观上来讲 他们内部也了解 如果不做这样一个改革 那么整个领导圈腐化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那这个下台也是指日可待 所以我觉得迫于内外的形势 它必须要这个依法治国 那么依法治国下去 至少这个中共的政权能够维护 那么同时对于中共的一些行政的 纪律的维持确实有帮助 如果中国大陆要迈向一个真正的大国 那么当然这个依法治国 那么这个禁决贪污 这还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条件 确实是跟他的大国崛起战略 是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所以在周永康案之后 还会有其他的超级大老虎吗 我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们看到前两天 就是人民网的评论 其实改口过 他一开始是说这个周永康不会是句号 但十小时候这句话不见了 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就算打贪 也不至于一直无限上纲 有可能 因为这个刚刚我也提到 就是说要顾及到中共的形象 一方面要打贪 但第二方面 也不能把所有的家底的丑闻 全都牵得出来 如果又涉及到更高阶层的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那可能会牵扯更多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这个应该我们还是要 且战且看 因为周永康案子也沉寂了一段时间 大家认为可能也不了了之 但现在等到一切 之前都是传闻截断 一切都铺陈好了就开始动手了 所以也不排除就是说 万一你又发现出新的市政出来 那么在未来的状况必要的时候 会不会有其他更高成退休的人 这个被牵扯出来 现在都还是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巨号 它到底是一个短暂的巨号 还是一个真正最终的巨号 那么还要看事态未来的发展而定 不过按照这个情势演变看来 这个日后中共的这个贪腐 会不会转入地下化 也就是说习近平他要打贪更困难了 当然了 这个如果大家想贪的话 正所谓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过去大家是因为觉得 没有人管你 没有人看你 所以说你进行大拉拉 但现在发觉这个 有这么多的一些严格规定 而且是认真执法的话 那么将来想贪人 毕竟要走入到更精细的一个方式来做 会会更走入地下化 习近平还会冒着更大的政治风险 继续深入虎穴 就出更大的老虎吗 对他来说其实还是有政治风险的嘛 当然 但是如果他的权力越来越巩固之后 那么再把一些老虎拉出来 能够立威 能够铲除一些政治的对手 这也未尝不可 你觉得是有可能的 可能性很高 非常感谢教授今天来到 时事请示节目现场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